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今天有些闷闷不乐 莫非又想起敬严夫人了 想当初 我与他在一座神秘的岛上 度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 后来 我在岛上发现一处宝藏 可惜啊 还没有来得及去探寻 我就永远失去了它 如今 我又续了闲 却再也无言面对它 也没有勇气 再回你做岛上了 看来剑帝对敬严夫人真是一枉情深啊 剑帝 难道你就甘愿放弃了那笔宝藏了 我早就想通了 财富不过是过眼云烟 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去探寻了 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去探寻了 至于那宝藏 就留给我的后人吧 来 咱们 见帝过得如此潇洒 卫兄我钦佩 钦佩啊 恭喜老爷夫人生了个男孩 夫人 夫人 你辛苦了 这孩子应该是玉子呗 就叫徐玉良好不好 好 好 老爷 萧老爷来了 我这个兄弟消息倒是灵通 永顺 你去帮我招呼一下萧雄 我稍后就到 好的老爷 夫人 你好好休息 照顾好夫人和孩子 萧雄 恭喜姐弟喜得灵儿 本泉略被薄礼 前来祝贺 萧雄客气了 你我都是多年兄弟 来 坐 此言差矣 想当初 要不是姐弟 拉我一把 恐怕我萧本泉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姐弟这么大的喜事 我怎么能不来呢 这都过去的事情了 何必再提呢 不过萧雄 我现在可是当爹的人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不满见地呀 我也是快当爹的人了 你嫂夫人可是身怀有运数运 我可是老来得走 萧雄 那要恭喜你了 如此喜事为何不早讲 我也是一直想找机会 告诉你 不过你也知道 这孩子一出生吧 肯定要多出不少的开销 最近 我接了一笔大的生意 得要去外地 所以维兄我有个不情之情 还望兄弟大应于我 修修 有什么问题尽管讲 是不是银两方面有所欠缺 永顺 去备些银 眼帝误会了 并非是银两欠缺 你知道 你嫂夫人体弱 又要随我去外地 我怕她照顾不了孩子 所以呢 我想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啊 把孩子先寄养到 你的府上一段时间 这个 等我做完生意回来以后啊 再把孩子接走 你看如何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你放心 孩子交给我 你的孩子 就是我徐某的孩子 哎哟 姐弟 那就 拜托你了 老爷啊 又在抱小少爷呢 您对他呀 可真比对咱大少爷都好 您知道外面现在怎么传的吗 都说呀 咱们徐府 现在有两位小少爷 哎 萧本泉 最近怎么没消息啊 还说呢 自从您上次给他钱之后 他又去赌了 输得精光还不算 还欠了一屁股债 老爷 这些年 您贴他的钱可不少啊 可他呢 他就是个无底洞 哎 当初 我之所以不再给他钱 就是希望他能够明白 没想到 他现在越来越糊涂 老爷 萧老爷来了 他 他想把孩子要回去 什么 爹 爹 你不要喝酒了 你又要喝醉了 没事 你爹喝不醉 儿 你知不知道 你爹 我本应该成为天下巨父 都是那个姓徐的 本来说好了 他同生死共还难 现在 他发了财 他就把我忘了 他就把我忘了 你爹 我本应该成为天下巨父 要不是我当年救他 他早就没命了 他早就没命了 他们许家 一家全都一个是我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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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儿啊 你要记住 驊家遷咱们的 驊家遷咱们的 他们就是毒匪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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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你醒醒 爹爹 爹爹 找我了 爹爹找我了 爹爹 待到徐老爺 和管家 一起赶到校府的时候 校家已是一片火海 徐老爺 冒着生命危险 救出了萧本泉之子 可徐老爺害怕 害怕这孩子 因为萧本泉的影响 而不愿意进入徐府 所以 徐老爺将其安排在了 中永侯府 与中永侯的孙女 一起长大 那这画本 是何意啊 之前根据安华县主 提供的证据 我一直以为 凶手能够成功地 躲避徐府的案件 并且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徐老爺推出 并挡住 一定是一个武功高强制 后来 我猜想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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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徒在哪儿 什 什么宝徒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想要活命 就赶紧把宝徒交出来 好 你别 宝徒给你就事了 就在前面的暗阁里 走 快点儿 哦 不 这 快点儿 快点儿 我们 快点儿 记得 你消失和我 少留 你还不明白吗 你当年没有被案件射中 是因为徐老爷推开了你 他看到了你身上的胎记 他这么做 是因为他想救下 当时自己亲手抚养的孩子 你就是那个被萧本泉接回去的孩子 放屁 是那个徐老头害得我们萧家家破人亡 他怎么可能想救我 都是你编的 都是你编的 是你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